日本 每一年的秋季 各地都会举办各种规模大小的菊花展 这些参展的菊花并非出自专业人士或者团队之手 全是来自民间 由此可见日本人的爱菊之情 有很多菊花的品种都被冠上了国花之名 花在日语中既有艳丽多彩的含义 也可以当作花斗的花来使用 菊对于许多人来讲只是一种花 但是在日本人们还赋予了菊一种崇高的思想内涵 日本的菊花与众不同 有一种种植法是在一个花盆中绽放三朵菊花 不要以为那只是三颗菊花被种在了一个花盆里 其实那三朵菊花是由一个根部生长出来的 三朵花分别代表着天、地和人 无论在根部还是顶端 地菊和人菊的高度不能超越天菊 日本人在看似简单的花盆中 却装下了一个无限的世界 那就是天、地、人的宇宙观和思想 很有趣 菊是从中国传入日本的 而天、地、人这种思想也是从中国传入日本 日本人将这二者完美的融合 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菊文化 天、地、人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三千多年前 中国的古书周易之中 这是一种人与自然相互影响 与相互融合的思维体系 被称为三才之道 天为阴阳 代表统一、对立和互化 象征生命力 地为柔刚 大地的宽广和坚硬 意味着包容、刚强与担当 人代表着仁义 即爱与正义 这三才之道的学说 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基础 后人又给了他很多的阐释 比较著名的是老子的 三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论 之后又出现了孟子的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的 人正治国的思想 他们都代表了古代中国人 对于世界的根本秩序的探索 和对真理的追求 对于天、地、人这种理念的认同 表现了一种对于和平、稳定 和有秩序的社会的向往 菊花的花瓣紧紧地抱在一起 给人以一种团结的感觉 而菊花的整体外形 又像是一个人昂首挺立 给人以坚强和高尚的视觉感受 或许菊是最适合演绎 天、地、人这种哲学思想的植物吧 日本人通过种菊 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调和 这个最朴素的生存道理 进行大众化的普及与传递 真的是独具匠心 在日本各地的菊展中 经常会看到那些做义工的养菊人 他们细心地照顾着菊花 还会非常热情地回答各种问题 甚至为你倒上一杯热茶 以菊会友 这一切令人感到温暖和有爱 我想这才是日本菊花的真正的意义所在 菊花在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 但是来到日本的菊展 看的不仅仅是菊花的美丽 更是那背后隐含着的深奥的文化思想 和崇尚和平的精神 是菊花的美丽